我们从昨天的道指的收盘价来看的话 当然还有标普500 先看一下这个SPX 从标普和道指的收盘的一个状态来看的话 整体还是波动不大 当然昨天我们看到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数据 就是当周的初请失业金人数 从今天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昨天的公布的是18.4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数据 这个是从今年的 把它放小一点 这个是从去年的11月份开始 一直到今年的9月份10月份 11月份的一个美国的初请失业金人数的数据 大家可以看到 初请失业金是反映其国内劳动力市场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 统计的是第一次 申请失业金的人数 公布值大于预期利空美元利多非美 过去一周初次申请失业金保险人数 这是统计的方法 公布的是美国劳工部 那么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样的一个趋势啊 是有一个明显的下跌 也就是说 申请失业金的人数从去年到今年是明显的在减少或者是下降 对吧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也就是说美国现在的整个经济状况是呈现在一个复苏的状态 我们也可以同时同时去 就是在此时此地啊 同同时去观测到这个美国的 呃美国的这个整个的呃大盘 那美国的这个美股的这个走势还是非常强劲的 那么这个也跟他的这个美国现在的这个经济基本没有关系 对不对 因为现在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啊 就是说 在呃美联储已经发出非常鹰派的强烈的加息预期的情况下 啊 在发出非常强烈的这个这个加息预期的情况下 美国的股票市场目前依旧还是在不断的尝试创新高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的整体就业正在恢复 啊 当然这个又会反过来去促使美元进一步去这个快速的啊 快速的 或者更提前的去提升他的联邦基准利率 啊这是两个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现在就说我们看到美国的呃股票市场之所以一直跌不下来啊 啊就是在比较明显的这种加息预期的情况下 一直还没有跌下来的最主要的原因啊 啊就是在在这个在这个层面上啊 因为美国现在经济基本面太好了啊 从现金的人数可以看得到 对吧在不断的下跌 那今天会也有会有一个数据会公布啊 今天是周 今天是周五啊 我们看到晚上还有一个美元的CPI会公布 那这个也是预测值是6.8 我过来再来看一下这个数据啊 同样的我们把它去把它去放小来看 是吧 呃那么从这个11月开始 从去年的10月份开始到现在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呃呃这个CPI 也就是我们看到它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啊 浓缩为这个浓缩成这个英文的缩写 就是这个 Cosumer price indicators 啊是根据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 以及劳动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数 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的重要指标啊 就是物价指数是吧 根据那个呃主要是根据民生相关的一些这个物价来去统计出来变动 呃然后呢公布值大于预测值则必多美元统计方法 啊消费统计消费者购买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变化 公布月率和年率 同样的也是美国劳工部 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呃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方向啊 就是现在的这个呃CPI的走向啊还是一个呃继续向上的一个明显趋势 就是美国现在的呃国内的物价啊 就是每一个每一个月其实都在不断的去上涨 这个说明什么道理 那说明经济正在复苏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这个消费正在啊 这个美国的这个户序关系是吧 消费正在有所好转啊 同时也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通胀水平在上升 你看通胀水平在上升就会去呃 反过来去促进美联储会去想办法缩紧流动性啊 啊因为你如果肆无忌惮的这样子搞下去的话 那就会形成通货膨胀 是吧通货膨胀的话就会这个货币就会贬值 货币贬值就会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这个呃物价会上涨啊买东西变贵了 对吧那可能他可能这个价值没有变 但是买东西你可能要多付出 那你可能要多付出这个呃 20%或者30%的一个一个价格啊 这个就就会引起一些比如说有些人不满啊 对吧就会就会出现这些问题 那美美那美国政府又会反过来去有些有些压力 会想办法去提升利率来去平衡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之前讲过 所以我们之前讲过那个呃 美联储他可能有两个大的一个作用 啊第一个作用可能就是第一个是呃 关于那个就业 是吧可能要稳就呃 他的两个职效他与欧洲央行不一样 欧洲央行的话他只可能只考虑这个物价 而只要你的呃只要你的这个物价 不出现特别大的这个波动的话 呃呃呃那那里的这个就业状况差一点 那我也无所谓 毕竟现在还是保持一个负利状态 是吧但是美联储呢他不一样啊 他不但要去我物价他还要去保就业 所以观察美国经济数据的两个最重要的指标 第一个是失业率还有非农救人口报告 啊第二一个就是这个美国这个 嗯物价指数cpi核心月率和联率 这两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从刚才的两个数据当中 第一个是就业啊第一个是身体失业金人数 第二个是那个 啊第二个是这个cpi的物价变动指数 可以看到现在的呃 美国的整个经济基本面整个状况啊 是在有向好的方面去发展啊 所以从这个呃层面来看的话 呃股票市场的现在 啊股票市场现在我们看到也是呃 还是保持着一个比较强势的状态啊 这个是呃我们从这个现在的盘面上是可以看得到的 对吧包括道指昨天也是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呃 昨天的这个限收的还是不错 呃整个依旧还是呈现一个上行趋势 一个一个回调啊 比方说我们看到的那个reven啊 那昨天reven的价格是有有所回落 我们看到盘后是呃盘后是100呃盘后是115啊 就是现在的价格是吧是115 那么从那个啊从这个跌幅上 从这个跌幅上来看的话 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之内吧 呃大家就说之前我们在前天跟大家说的买入位置呢 我们还是依旧按计划来保持不变吧 虽然日内有一个短期的回调 但是这个调整呢我觉得还不足以呃 还不足以去撼动 呃还不足以去改变这个现在的这个支撑的一个主要的结构 只要这个支撑不破 那么我们的多单就按原计划去持有 那上方目标还是看到这个160和170 大家就继续呃 大家就暂时来看的话这个单子呢就继续呃 呃就继续持有啊继续持有 另外就是说现在也有一些呃 也有一些消息就说关于呃Riven这个 会不会有被过度高估的问题 因为他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总市值是1000亿啊 1002 1002就是1002亿美元 就是他现在的一个总体的市值 相对来说我觉得对于一个刚上市的这个呃 呃对于一个刚上市的一个汽车企业来讲的话 可能是有一点点被过度高估了 但是目前所处在的一个问题是 现在新能源市场是一个风口啊 所以呢就当下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我觉得就说这种高估的状态也 他就也是处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间 那也不是被过度高估是吧 你要是现在说不是一个新能源市场的风口 那你一一个汽车上来就1000亿 对吧你直接是干掉了这个一些老的传统企业的市值 那这个可能有点夸张 对吧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丰田啊 丰田汽车 丰田汽车的代码是TM 那那么丰田汽车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市值啊 就在这个位置 它的市值是2505亿 那丰田汽车我们看到从它的这个整个来看的话 可是一个老的一个老的这个非常传统的是吧 而且是口碑 而且是做的非常大的一家这个汽车系统 汽车系统 那日本的这个呃 零期最大的在世界影响力最大的这个汽车平台 Toyota 是吧 那么对于丰田汽车的话呢 呃不管是从保值率啊 还是从它的驾驶的这个可靠性 那还是从它对燃油的适应性 啊还是从它的这个这个相对在同类里面的这个 我认为这个这种性价比其实是最高的 所以丰田汽车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 还是在亚洲 它的这个二手市场里面的这个汽车的保值率是最高的 呃有一句话叫做一车传三代 人死车还在 讲的其实就是丰田汽车 是吧 那么它大概可以看到它从这么多年上市以来到现在 你看它的总体市值才2000多亿 呃你那个Riven才刚刚上市 它就就已经到了1000亿的市值 对吧 所以你相对来讲的话 你这个有没有被被高估呢 有没有有没有被高估呢 我觉得肯定是有一些被高估的 但是现在呢没办法 因为资金面处在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 大家就是现在都容易去更多容易去啊 对于一些未来啊 是炒作一些相关人员的一些话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关于这个Riven的话啊 都比较适合做短线 呃在这个位置呢是比较适合做短线的 大家就持有就好了 呃大家持有就好了 那么100块钱这个地方我觉得不是一个特别性价比特别高的一个位置 就是如果是做大家如果是要去做中长期持有的话 或者是要去做一些比较长线的布局的话 这个地方可能这个价格这个价位可能还不是最好的选择 那我们去做一个短线的反弹就可以了 好那么再来看一下那个VN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PG呃PG就是大家熟悉的那个呃保洁公司了 是吧保洁公司了呃其实这个行业化妆品啊这个行业呃我个人其实是比较 啊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这个行业因为第一个他没有明显的中期性就是这个生意模式是不错 再加上这个保洁的话他有他有非常强大的分销和这个渠道优势啊 这个可能大家可能还不太清楚就是在做化妆品的行业啊 尤其是尤其是在这种呃大的品牌之间其实很大的优势就是他的这个分销和渠道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那就是目前来看的话就全球这么多品牌里面 我我觉得保洁他的这个就是在这方面的优势目前是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可以看多 啊那么我们也可以看他10年的一个啊可以去看这个保洁10年的一个走势 从2021年开始到现在是吧 66啊这个是从2021年4月这个是呃我们从60开始看吧 啊到现在最高是155啊我们就来150来算大概是4 3接近3倍啊接近3倍就是从一呃这是从10年看一下啊这是从11年12年开始啊差不多10年时间3倍都是整个虽然说收益率不是特别的高 但是我们看到它的整个股价的走势还是走的相对比较平稳啊连连连就是说如果大家去做一个长线的话呢大概就是在12%到15之间的一个啊这种这种这种明化的一个收益率10年3倍 对吧也还不错吧也还不错相对来说就是不是那种特别不是不是那种特别呃相对来说不是那种 涨幅特别大的这种大牛股但是从消费类来讲的话呢它其实就有点类似于可口可乐 对吧它的整个业务模式相对比较能受比较稳定啊 那这种公司的话防守性就相对来说比较高就是你买它的话心里会比较踏实 那虽然说收益率可能没有想象那么高但是与其它的风险因为它的周期性相对来说比较小 对吧那你不管是碰到什么情况呢大家对于这个对于这一类的消费的这个这种刚性需求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中国呢也有家这样的公司啊叫做叫做这个呃中国有一家这样的公司叫做呃 叫什么来的我突然忘了啊啊片仔黄它的代码代码是600436 600436哎来了那片仔黄片仔黄其实也是做也是做这个化妆品的呀 但是它的它的主要的成分它里面的这个呃这就是这家化妆品品牌那它主要打的这个优势或者是它的差异性 就是在于它里面的中药的成分就是它所有的不管是面霜 是吧还是这个洗面奶还是这个呃护肤相关的一些护肤品面膜等等 以及它的化妆品啊里面都含有这个这个这个中药成分 所以呢它在中国目前来看是非常受欢迎的 因为一说起中药的话呃大家都大家都觉得比较啊就是对皮肤的刺激性相对比较小是吧 然后呢那种中药里面的这种药药物的成分呢也对这个皮肤有天然的银和护 第二个呢就是说呃它可能更加呃就是适应不同的这个肤质 对对皮肤的适应性相对比较强 啊第二个呢就是说呃就是你再去一般的化妆的话啊化妆的话 其实对皮肤是有一些损也是有一些损害的是吧 然后呢大家就想这个中药的化妆品哎相对来说会不会在这个方面会好很多啊 他主要打的是就是做的是这样的一个定位所以近几年这个片仔黄在中国的各大装柜里面它的销量其实非常好的 非常非常啊那我也去问了一下这些自己身边的一些女性同志是吧呃就是呃 他们也对这个这一类产品的这个对片仔黄这个产品的这个口碑以及评价效率来说是非常高的 啊那么他目前就是在呃在这个而且在这个渠道方面在这个呃定价方面也比那些欧美像欧莱雅这些进口的品牌其实相对来说有很大的优势啊 比如说同样的一套这个护肤品是吧在装柜里面那可能呃从这个品牌来讲到欧莱雅的名气可能会更大一些对吧还有很多蓝扣啊这些 那那他的这个定价可能要呃因为那个是进口的嘛你要算上一些价格全部加进去的话可能要普遍的高出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左右但是 于此这个价位你如果去选择片仔黄的话呃相对来说就这个价格优势就一下体现出来了 对吧当然你除非你去到那种呃这种这种免税店是吧那那就那可能价格优势就相差不大但是在一般的专柜里面就是在呃商场里面那就可以看到进口 产进口的这个产品与这个我们国产的这个产品之间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异而且现在大家都觉得好像目前来看国产的化妆品也不也不差呀对不对从他的这个成分啊然后从他的这个口碑啊评价来讲其实都很所以片仔黄特别是在近五年近五年的时候啊在国内的这种啊在国内的这个名气在国内在国内的这个口碑大家对于他的信赖青睐度一下子就上升了其实我们可以从股价上可以看到明显的变化是吧15年的时候你看他多少钱啊 他40到了112年直接是10倍直接翻了10倍5年翻了10倍说明什么呢就在这 在这5年里面啊我跟大家讲过是吧化妆品行业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意 化妆品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意还有一个很好的生意是什么呢设置品这两个这两个 啊刚性需求刚性需求而且行业的毛利极高 对于奢侈品来讲的话那更不用讲了对不对那你只要保持一下这个在做工上讲究一点是吧在原材料上讲究一点它的成本是其低的但是一旦贴牌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了 啊但是在这个社会里面大家都对于这个奢侈品的都呃这个尤其是相对来说比较富裕的阶层是吧有社交需求比较多一些 的对奢侈品的这个这个这个需求是非常大的啊它会奢侈品最大的关键点在于什么的溢价购买 啊第二个在于它的保值性 那你你那个一个好的这个奢侈品的这个皮包啊或者是这个衣服啊是吧你就说不想那个了你当二手去卖的话啊他还能有期非常好的市场 而且还非常那个只要是你的这个整体保养的相对来说还不错是吧你都能卖出一个比较不错的价格 对不对所以奢侈品跟化妆品是两个很好的生意啊我刚才讲宝洁的时候你跟大家讲个骗载黄 当然骗载黄的话现在的价格是我们看到它的以市值已经到了2700多亿了啊这个是有点夸张的是吧呃 呃与这个丰田汽车的这个市值是是是基本上是差不多了呃呃那么当然了我就是我觉得就说从这个这个这个行业里面来看的话啊大家也可以去包括我们之前跟大家推荐了兰扣呃推荐那个巴黎尤莱雅吧呃我看一下代码是多少啊 L R L C Y L R L C Y 那跟大家推荐的这个欧莱雅啊大家可以从骨架上其实也可以看到是吧长期来讲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大牛骨啊 然后他的呃从那个从12年开始到现在他的长势要比这个宝洁要更好一些啊因为他做的这个他的这个定位要更加就是做的产品的范围要更加少一些啊业务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啊跟宝洁的话他是做一系列产品有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对对但欧莱雅的话他主要就是这个做做化妆品 那所以我们从他的股价上可以看到从17年开始38到现在是也是三倍吧接近三倍吧啊也还是不错的啊所以这个行业是一个长期的行业啊 那么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 在我们的这个呃在我们的这个投资的这个呃一个大的长期规划当中对于各行各业我们要有比较要有一个比较细腻的人质那你就知道哪些行业他是经久不衰的那你做起来是比较踏实的就是你把钱放在里面是吧你不管做短线也好做中线也好做长线也好你把钱放在里面 啊是没有太大的后顾之忧的啊第二个就是回归常识回归常识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去发现一些大家其实去商店里面一看第一层在中国的商店里面第一层基本上都是化妆品和卖这个经营首饰的啊就是化妆品和那个呃这个卖卖金镯的金戒指啊金金金项链啊是吧卖这些的基本上都是然后再是奢侈品啊那么这些就是商场里面租金最贵的其实也是低 一层啊对吗哎你们就可以发现从这个里面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在市面上这个行业里面最赚钱的几个行业其实就是他们的不然的话他们拿了钱呃怎么可能会有钱去租第一层呢对不对呃那你再去更豪华一点的这个这个shopping mall你可以看到那个最第一层的最外面的最显眼的就是在街道边的那几家那几个门店其实都是做奢侈品的 不是爱马仕就是相当的那你就从这个方面去看到就是什么叫做好的business生意那这就叫好的生意对就是你不用去动用很大的这个呃你的运营的成本很低但是同时你的利润又提高这就是很好的生意啊什么叫做差的生意模式呢运营成本提高利润率基低 比方说那些钢铁啊煤炭啊还有这些重资产运营的公司这些是运营成本极高那然后呢利润极低的方面所以我们在去做交易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包括自己以后做投资啊你投资某家生意是吧啊你都要选择运营成本低利润极高的方式这样的话你的阻力会小很多 比方说我们之前谈到的关于那个奶茶行业奶茶行业在中国现在也不错做的是吧特别是近年啊比方说呃有几个品牌可能大家不知道啊在美国像密雪冰城啊是吧还古明啊对不对广州的喜茶呀湖南的茶盐月色啊是吧这些奶茶他们他们他们现在基本上就是在全国已经全全部铺排开了嗯他们就是运营模式非常低你租个门店是吧然后呢 几个成分一对然后品牌一贴然后广告一打这个东西卖出去了啊然后他的利润毛利大概是60%到70比白酒的毛利还高啊对吧这就是很好的商业模式轻资产运低成本运营然后呢高毛利高利润那所以我们再去有时候再去看的时候啊其实呃我觉得这个方面大家有时候也要去就是去 再去参考一下去参考一下就是这个公司的到底是做什么我就为什么经常讲就是大家去买一家公司的时候去交易家公司的你一定要知道他做什么的啊不要去盲目的去去交易啊那相对来说那些长期上涨的这个公司股票啊比那些比那些这个几年下来这个价格都不是很稳定的股票其实明显要靠谱很多啊有时候其实我们做错了是吧 你扛一下你扛一下可能都扛扛的回来但是那些如果是波动比较大的是吧确定性比较高的一些这些公司那就不一定了啊那你可能得付出很很多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对是吧好那这个今天因为是这个呃我们院长啊院长这个今天有一些事情要去处理然后呢我给大家给大家带讲一些也是跟大家去分享就是我在这个市场当中的一些 交易方面和投资方面的一些心得了吧啊那今天的分享就暂时跟大家讲到这了以后呃在下周的话还会给他带来一些更加新的内容啊祝大家交易顺利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拜拜